大家好,我是心齋 指展翅高飛,隨眼群藍遷 樓下老母親獨坐空谷的一幕 那份獨屬於母親的傷感和直療 簡直抑出銀幕 亦令到影迷不禁想套用那句科幻名言 仿山人,機械人母親會夢到小眼嗎? 機械人亦為母則剛 從主題來說,這部荒野機械人最打動觀眾的 正是他對未來人工智慧高度發達之後 機械人和人類自然界之間的微妙關係的探索 而這部改編至彼得布朗和名唱蕭小說的 《荒野機械人》 亦同樣是在科幻的設定下 探究跨物種的洗毒之情 在打造溫馨的家庭氛圍之源 不忽視自然界的殘酷 片中服務型機械人羅斯 因一場事故漂流到無人荒島 這本是一個悲劇的設定 但因為他,機械人沒有真正的生命 不會因為食物不足而餓死 悲劇感就被淡化了 反倒是他依照出廠的設定 不斷被森林裡的各種動物貼標籤 送優惠的劇情 生命滑溪,喜感十足 與觀眾最初預期相撥的是 機械人和荒島的生態系統一直是格格不入 多年後,他仍被很多森林裡的動物視為怪物 年代他撫養長大的小的灰硬 亦跟著遭受其事 被戴硬族群長期孤立和排斥 儘管如此,羅斯一直在無怨無悔地撫養小布點 成長,用自己的定制程序來教會他吃飯 游泳和飛行 哪怕他不對,不會 亦不合群,羅斯亦將他培養成真正的大眼 講在秋天送入準備遷徊的隊伍 這份心情能令到天下所有父母深有戚戚然 眼見這隻孩子小灰硬從一隻蛋裡破殼而出 暴力三萬地覓食,躲避各種天敵的攻擊 逐漸長成羽翼齊全的大眼 這個其中的母親、機下人 注入的愛和關懷,遠不止無微不至 這個形容詞所能表達 在服務型機下人的設定裡 原本沒有愛這個概念 機下人照顧小灰硬的初衷只是遵循觸發的服務程序 提供全方位的照顧和保護 自發找到最優生存方案 但隨著螺絲和小布點而 狐狸的分黑、招直相處 又憑著超高的學習力 掌握各種動物語言、動作和生活技能 還不斷改寫自己的程式 一切都是慢慢地改變 影片前半段還有兩個高潮場景 一是小布點而在河中遭遇危險 差點就命喪餘口 螺絲即便自己的腿被石頭夾斷了 也要將孩子救回來 像災難來臨時奮力托舉孩子的家長 唯母側肝 爆發出的戰鬥力強大 這個沒有夠子的段落 又與影片後面的子舊母形成呼應 喘息出母子兩人的情感基本 亦因此說明螺絲為何會突破 阿西莫夫的機械人三定律 至於全片最壯觀的飛行段落 小眼從螺絲的肩頭起飛 與無數大眼一起飛過茂密的森林 亦與現實世界形成照應 機械人母親為了眼娃娃 請老嬰來教孩子飛行 等到孩子爭氣地加入千載隊伍 離家告別時刻 那份依依不捨又不得不放手的心情 任誰看到都會眼看濕潤 不迴避死亡和殘酷 假如影片到此為止 亦不失為一個完整的親子相同話 然而導演加編劇 《克里斯·桑德斯》意猶未盡 還要將這個善情的故事繼續推進 達到機械人和自然生命共存的科幻層面 影片後半段隨著人類發現螺絲的蹤跡 派機械人前來抓捕 影片中終於出現了真正的反派 螺絲亦面臨著被回收、處死的危機 這一下愛死亡機械人三大元素都集齊了 與純真的迪士尼相比 這部夢工廠動畫從一開始就不會迴避死亡 螺絲是因為意外紮了大眼窩 而成了小眼的養母 無理分刻最早也只是想把小眼當成晚餐 連複鼠媽媽突然少了一個孩子的細節 也充滿惡趣味 這些都藏著一個森林裡原始的真實和殘酷 只不過沒有用血腥的畫面呈現出來 而隨著劇情推進 關於死亡迫近的表達就越加明顯 眼見著動物門要被風雪奪去性命 螺絲自己的電量也鎖定無幾 他依然選擇不聽狐狸的勸阻 拼命將動物門接到他搭建的機械人之家 反過來動物也在最後時刻 頭逃暴力揭力地保護機械人 經歷了一場驚心動魄的暴殺和反抗 而這個背後是主創關於誰才能主宰生命 包括機械人生命的思考 他不止停留在武愛層面 如果將這部風野機械人看作 一則關於生命何去何從的語言 而不僅僅是一個養成系童話的話 感後判斷人類的介入 反派機械人的霸彎 就並不顯得突压了 擁有先進科技的人類 原本應該扮演大自然守護者的角色 但這裏卻成了破壞者 更可貴的是博愛情感反而被機械人所擁有 這是影片頗具諷刺意味的地方 導演並沒有解釋羅斯是如何產生武性 甚至產生博愛 拯救眾多動物的可見的推理 或許只是它與動物相處久了 那種最原始的洗毒之情 令它產生了自主情感 進而進階成一種更廣義的良善 當然這畢竟是一部合家歡的動畫片 更真的話 影片末端好似羅額方舟的機械人之家 這並不能真正抹去動物界弱肉強食的食物鏈 導演桑德斯更多是藉此設定 拔高機械人的境界 令它不止停留在武愛層面 此外在動畫製作風格上 荒野機械人也延續了夢工廠的高性價比 在不多的預算下做出了自己的特色 整體採用CG 即是電影圖形學技術來建模 而渲染上卻選擇了二維守繪風 好似荒島森林裡的各種自然景觀 動物模法、飛翔和著火等高潮場景 就顯得時而燦爛、時而溫馨、時而驚心動魄 而主角羅斯的機械人設計 則參考了卓別靈、基頓等墨片大師的肢體語言 冷眼的金屬質感和斑斑的光澤 在守繪風的自然環境裡呈現出一種古怪的幽默感 一種格格不入的疏離感 手繪和詩詞 就好似孩子的雅雅語和機械人的機械發音 就這樣隨著劇情發展融為一體 交流無外 多謝收看 隨遇而安 隨願志在 祝一切順利 如果這個Youtube令你心有感觸 趕緊點贊、收藏、按小鈴、訂閱全部 並分享給你身邊的人 讓我們一同成就更好的自己 拜拜